因为疫情而睽違三年的瑞穗青年寺佛誕节绕境活动 今天重返乡内各个社区聚落大街小巷 而其中已经有百年历史的神教队队员年轻化 主动订购三千颗的平安面包赠送给各个小学 而学校也配合乡土教学带领学生专教底祈福 感受宗教的良善力量 因为疫情停办三年的瑞穗乡青年寺佛誕节绕境活动 今年重磅回归 青年寺神教班与各宫庙镇头一格花车穿梭大街小巷 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好不忍哦 其中从日记时代就成队的青年寺神教队至今已有半百年的历史 今年开班招收的女神教队也出现在绕境队伍中 队员普遍年轻化的影响活力创新 这次也特别主动订购三千颗的平安面包赠送给各个小学 我喜欢小的 我喜欢高高的 我喜欢小小的 我喜欢走路的 我们要祈求他 我们身体健康 家庭富有 配合学校乡土教育课程的瑞穗国小在老师的陪伴下 小朋友们也在校门口挥手迎接绕境队伍 七爷八爷以及神教队也驻足祈福 学童也如鱼冠般专教底祈福 亲自体验认识台湾独特的宗教文化 在瑞穗乡青年寺算是我们乡内最大的一个寺庙 那他供奉的是佛祖 那学校的课程里面有把它编在学校的本位课程里面 那在每年的佛祖诞成育佛节的时候 他们都会绕境 那就趁着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学生体验一下 他们绕境的盛况 瑞穗青年寺为 地方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 因为疫情而停办三年的佛誕节 绕境活动 今天重返街头 消灾解恶 情景四方 也为地方因疫情而浮动不安的心 带来一股安定的力量 接着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